打擊路 十個打數 藍輪兩隻安打 哇 最後被第一角度的變化球給掉中 藍輪一上來 非常有耐心的三陣掉了藍輪 兩好兩壞 變化球在三游方向 終於被杜嘉明給打穿了 該是他的 對 還是他的 剛剛今天如果可以的話他要三隻 有上來就有機會 而且現在打擊的就是超前分 嘴柄們已經上了 結果這個變化球說真的自己也偷了稍微比較甜了一點 最後用速球 十球對決147 三陣掉了葉寶弟 一球速的對決 最後變速球比較外側 投出了4壞球 保送 哇 這下子有趣了 高的位置 曾子佑這幫帶到用半邊落地形成安打 三連傷的紅鬼漢 繞過三連要往本壘來衝刺 最後是 哇 奧鬥 哇 余柱 曾崇恩的再見註殺 哇 這一球傳得快很準啊 開崗熊英要拚追評分 但是洪偉翰他沒有辦法 在球落地之前回到本壘了 最後是形成了壘肩的出局數 曾子佑的安打 並沒有辦法把追評分給送回來 我們再看一次 相當精彩的攻防 曾崇恩這顆球真的是快又準 洪偉翰腳程已經不慢了 但是差不多還差個兩步 曾崇恩今天打擊上 並沒有太多的表現 不過一次守備的貢獻 就足以影響勝負的關鍵 再見的註殺 洪偉翰確實完全沒路可衝了 最終比賽戲劇性的畫下句點 忠信兄弟有驚無險的3比2 1分之差擊敗熊英 讓台岡熊英吞下7連敗